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近日,印度一名20岁女子在北方邦某私立医院治疗时 遭到了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性侵和谋杀 据悉,在她死前不久,这位女孩曾打电话告诉父母 自己在这家医院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然后,女子的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该医院的管理层 但是,她却被告知自己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 不久之后,父亲收到了女儿死亡的噩耗 于是,她会见了当地的高级官员,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 据悉,目前警方已经介入了这起涉嫌轮件和谋杀的案件 但是,参与本案的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还没有被警方抓获 而且,医院经理桑吉夫·库马尔也否认了这些指控 不过,该地区的一位高级官员保证将对被告采取严厉的行动 而且将吊销涉事医院的营业执照 此事发生之后,震惊了印度社会 同时,又让人们想起了印度一直以来存在的性侵问题 据悉,自2012年,德里一名年轻女子遭遇轮流侵犯 并被杀害以来,强奸和性暴力问题在印度一直受到关注 并且,近年来,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对女性来说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今年10月,印度一名17岁的女孩离家出走后 被绑架并被轮监长达22天 同月,一名印度女学生在被她的三个表兄弟侵犯5个月后怀孕 9月,一名13岁的女孩被她的老板强奸未遂后遭到汽油焚烧身亡 同样也在9月,一名19岁的女子因感染新冠被送往医院 但是救护车司机却在送诊途中对她实施性侵 这些事件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根据印度政府的数据,该国每15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 平均每天发生90起 但即使是这样震惊的数字 还是在有人隐瞒不报的情况下统计出来的 性侵事件的高发最终是印度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惩罚措施 但印度的强奸危机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去年在北方邦,一名23岁的女子还因为前往法庭提出强奸指控 被一群男子纵火烧伤 如此不公的现象加重了当地女性的苦难 而她们也曾试图反击 去年,印度一名女兽医被强奸后烧死并被丢在桥下 导致数百名女性揍上街头抗议 今年9月份,一名19岁的达利特女子 在家附近遭到4名男子的侵犯和袭击后 身受重伤并且死亡 但是当地警方却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 将受害者的尸体火化 由此印发了社会不满 为此,印度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要求停止对女性的暴力迫害行为 不知道印度女性的勇敢反抗 能否为她们多争取到一些安全方面的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